你们好 人是不错啊 我还以为今天可能有很少人会来到 感谢神的好好来学习哈 我们这一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在搞那个建立亲情 所以这个是跟那个有朋友大的关系 不要跟那些错误的人建立亲情 要认清楚你自己的亲戚朋友 谁是我的亲戚朋友 这次研究的主要经文有三个地方 因为我必须要把它搞清楚 感谢神能给 我也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意思在里面 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到四十五十节 耶稣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不料他母亲和他兄弟兄站在外面 要与他说话 你看那个英文呢 英文这里有一个 是有好多英文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 我们中文这个布料 他英文在这里是翻译了 是看了布料 我就看到这个布料 但是他英文里面没有 所以突然间我就去查那个原文 看看他们究竟是怎么搞的 对众人说话 说话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只有一个字 原来他字典里面有五个意思 这个字有五个意思 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意思 然后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六节 这里特别标出来 是第五个意思 第五个意思什么意思呢 因为这个说话是讲话 讲说心里面的意念 把心事心里面的事情跟人家分享 也就是讲说神的旨意 所以他是在讲说神的旨意 就是好像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 修计神的真理 圣经的真道 就是在这个情况下面 不料他母亲 兄弟 姐妹来打擦 所以我下面就把它写下来了 interrupt his teaching 他正在跟他们分享上帝的旨意 好了 现在我这里讲到 有人突然间进来要打擦 其实妨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 因为我读到这些经文 跟我们中国人的伦理 有很大的分别 很多时候我们就要看看 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讲法 现在我们再研究下去 47 48 49 50节 因为他46节 他是耶稣正在讲话的时候 不料他的亲戚朋友 这也是讲他的母亲兄弟姐妹来要看他 有人告诉他说 看你母亲 你弟兄 照圣经的记载 耶稣最少有四个弟弟 两个妹妹 他是长子 有人告诉他 看你的母亲 你的弟弟们 要与你说话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耶稣回答 在我们中国人的伦理来说 非常无情 就是好像我们说 讲得不好听 六亲不认 谁 人家说 哎 你的妈妈 你的兄弟 你的姐妹 在外面要来见你 他就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兄弟 谁是我的姐妹呢 就伸手阻着他的门徒说 看了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凡遵行我天父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我的母亲的 那这节要背下来 大家传天下人都应该背下来 就最后那一节 凡是遵行我天父旨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 母亲了 所以这里叫我们认清楚 谁是我们的亲戚 朋友 弟兄 姐妹 好了 那是马太福音 那一段的记载 同一件事情 有三个地方的记载 现在是马口福音的记载 所以我们有研究 圣经要把所有记载的都拿出来 看清楚 所有的记录看清楚 然后排列整齐 你就得到更好的圣经里面的教训 有许多人围着耶稣 另外耶稣在这一个地方 如果你上个地方看清楚 原来耶稣是坐在中间 周围一个圆圈 原来坐成一个圆圈 围着他 他向他们讲道 他这里只是说 周围坐坐 他们就告诉他 看啊 你母亲 你弟兄在外面 要找你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这个回答呢 三个地方都是这样的记载 不过呢 这个 这个看啊 背后 全世界 现在最流行的 那本英文圣经 新国际版 都没有 布料也没有 所以这一段的经文 是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最好 周围有一天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最好 所以他说 这个看啊 在古老的翻译里面 我们会发现 原文里面会发现 耶稣回答说 谁是我母亲 谁是我弟兄 三样都是这样讲 这一定没有错的啦 三个记载都是 你的兄弟 你的姐妹 你的妈妈 要来看你 要跟你说话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师妹观看 周围坐坐的人 那这里有啦 around him in a circle 那叫 in a circle sitting around him 就是围着他 坐在那里 我知道我们基督教会大的地方啊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围着 中间那个讲台 是周围看着 坐在周围听他讲道的人 看啊 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这是 马口福音的记载 就是说 围着耶稣 一个圆圈 然后有人说 看啊 你的母亲在外面 要看你 你的弟弟在外面要看你 耶稣就周围看着他的 坐在那里 听他讲道的人说 这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反遵行我天父子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我母亲的 这也是一样 凡遵行天父子义 圣经正义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 我的母亲 我的亲戚朋友 好了 看啊 现在路加福音啦 都是同样一个事情的记者 所以如果我们三个都看清楚 我们就有最好的记录 然后理解 这是刚才是在马口第三章 这是路加第八章 路加第八章这里有很长的 有好多的故事 还有马太第十二章那里 也是有好长的好多故事 耶稣的母亲和他兄弟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所以这里又记出来 所以我们看见了 原来围着耶稣 把耶稣围在中间 有很多人 多到呢 他的父母亲 他的兄弟们 不能够到他跟前去 就有人告诉他 你母亲 你弟兄 在外面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兄弟了 那在这里 这三个都是一样 就是 听了神的道 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好 这是三个圣经的记载 我们看清楚了 所以呢 现在第四项了 我们这里要领受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课 我们要为主做功的人 必须留意 为什么我们必须重复 看完一件事情的 三个记录 从记录的前文后文 我们可以看见 特别是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的记录 我们在Texas 基督教会 有一帮人来牛肉 有人专门向西班牙人传道 有人专门向犹太人传道 有人专门向欧洲人传道 也有人专门向韩国人传道 我是专门向中国人传道 感谢神人点 其他人都跑光了 我有中国人留在这里 所以你的说 这是中国人的好榜样 我们中国人还留在这边 他们都跑掉了 你也可以说 他们已经成功了 到其他地方去 也说 周游传讲神的旨意 传福音 常常有人要打传 要破坏 所以我们要小心 四十年前 就有人常常告诉我 你来牛肉 依照圣经传道 是不可能的 特别我记得一个 那个时候的大牧师 他说 非常我爱心 他说处理好意 我知道 他说 陈约翰 你来牛肉西挺 依照圣经传道 没有办法的 不行 我说 既然来了 不行也要试试看 没办法 已经来了 所以 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 打擦 破坏 你不在牛肉 照圣经传道 不行的 常常有些事情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就常常在神面前立志 而且我告诉四十年前 三十几年前的弟兄姐妹 我在牛肉这里传道 一定要成功 任何人 任何东西 胆感 在这条路上面 挡住 我都要把它 remove 把它挪开 直走过去 这是我们心理学上面 非常重要的 遇到困难 把它解决 直接直路过去 我们不转弯 很多人是转弯 避难 或者回头 有好多方法 遇到困难 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但是呢 在牛肉这里呢 我是立志 要把它 直接走过去 任何东西 任何人 要来打擦 破坏 我都要把它 挪开 这是我们传道人 行神的旨意 周游传徽 必须有的智慧 决心 这里有最理想的 亲戚朋友了 这是最理想的 最好的 感谢神的一点 在这里开始那几年 也可以说十年 我们也有这个福气 我的亲戚朋友 凡是在这一区的 都一起在这里 一起工作 《史如行传》 十章 二十四到三十三节 我曾经有一次 在中国 讲错一句 非常好的话 爸爸爸爸 怎么讲错一句 非常好的话 这好像很大的矛盾 非常好的话就是说呢 我一家 有八个圣经班老师 我一家有八个人 可以教圣经班 但是呢 这句话非常好的话 讲错地方 就是在中国那边讲这句话 在中国不会讲这句话的 在中国那边呢 很多老牧师 他文化大革命 给红卫兵逼迫 受很多灾难 甚至被抓去十八年坐牢 所以他的子孙 自己的儿女 都不肯信耶稣 因为他们发现 因为他们发现 神没有保护他们 神没有吃福他们 我的老父亲 这么拼命传福音 神没有保护他们 所以我不信不疏了 所以其中有一个老牧师 听见我讲这句话 非常生气 所以我说 我讲了一句 非常好的事 但是讲错话 因为得罪了他 他一家里面 除了他 连老婆也不信耶稣 就因为看见他 传福音 为了传道 受这么多的灾难 连他自己的老婆 也不信耶稣 但是他坚持 坐牢出来 劳改出来 他是继续传福音 但是他听见我讲这句话 就非常不高兴 他说 我不明白 你的环境 跟我的环境 不相同 我不是因为 我没有能力 带领我的子女 我的心肌朋友 是因为我的环境 我受这么的痛苦 我坚持 我守到了 但是我的老婆 我的儿女 没有办法守 所以我们焦虑以后 我已经讲出去了 没有办法 所以这里提到这里 我也觉得很伤心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不容易 一件很好的事 感谢神的主意 原则这里有 又次他们进了凯撒利亚 郭里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叔 密友等候他们 所有的亲战录 所有的亲战录 所有的亲戚朋友 都一起聚集 在他家里 请彼得 请彼得来向他们讲道 所有亲戚朋友 这是我一辈子梦想的一件事情 这是我一辈子常常祷告 希望你们每一个信耶稣人 是传家 儿子女儿 他们的配偶 他们的女儿 他们的儿女 还有我们的亲戚密友 都一起 在同一个教会 同一条路 同一个道 这样信耶稣 圣经里面有这种家庭 但是很可惜 现在我这看起来 我们这里也有很多 只有他自己在这里 他信了耶稣几十年 老婆不在 女儿孩子都不在 他来了 你来了 这是彼得 很好 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 我的亲戚朋友 所有儿女都在神面前 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 非常有智慧 愿天下所有的家长 都能够有这种的能力 智慧 召聚所有的亲戚朋友 一起 一起 听 遵守 主所吩咐 传道人讲的话 圣经有记载的 非常有智慧 我们今天都聚在这里 我们要听 主 吩咐你的一切话 不要加 也不要减 我们要听一切话 一切什么话 主叫你讲的话 我们不要你的话 我们不要哲修家的话 我们不要名人的话 我们要主吩咐你的一切话 这是全世界 最有福气的家 非常理想 非常好 第二个家庭 是在十六章十五行传 这只有两节圣经 他们就把主的道 讲给他和他传家的人听 看英文就清楚了 这句话 这句歌词非常标准 非常宝贵 All the other in his house 传家 所有的人 都一起聚在那里 所以我五十多年来 在教人讲大 我常常说 你们一家 排排座 非常好 最有福气的家 传天下 最有福气的家 就是 很多时候 很奇怪 凡是一家 坐在这里的时候 小孩子小的时候 都是妈妈那边 爸爸这边 孩子在中间 这种情况 是我最喜欢看的 当夜就在那时候 他和束缚他的人 历史都受了死 传家听到 传家信耶稣 传家悔改受信 那各位弟兄姐妹 要小心 传天下 传中国 传策策策策的道 我是读 三十二 三十三节 他们是读 三十三十一节 如果你当然读 三十三十一节 就传天下的错调 三十节说 我们当怎样行 才可以得救 三十一节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现在在中国 前天 礼拜五 礼拜五来这里 跟我谈了 是不是 OK 感谢四人 我一直在想 他会不会来呢 我在这里四十年 很好 能够来很好 我知道 你还有一些问题 要问我的 方言你问 我跟什么问题 都会问 如果你 他们是单独 三十三十一节 传天下 传中国 有很多人 单独那两节 我呢 单独这两节 因为我今天 最要紧是传家 他们是在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我们当怎样行 才能得救 你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有很多人就说 一家有一个人 信耶稣 传家得救了 好像有这个意思 我记得告诉你了 几次了 两年前 我认识个八十五岁 信了一辈子耶稣 他就是这样相信 十六新传 十六章三十一节 我信了耶稣 八十多年 从小就信耶稣 所以我传家都得救了 他们是这样信 他们没有读下去 三十二三十三节 他传家要得救 他传家要信耶稣 他传家必须听到 传家一起悔改 传家一起受洗 然后才得救 所以今天我世界讲 传家 传家做什么 传家一起信耶稣 传家听到 传家 传家当夜就在那个时候 当夜就在那时候 他传家历史都受了洗 这是最有福气的家 所以这里讲 他受洗 然后三十四节 结束的时候 才说 传家非常喜乐 因为信了神 世界上的人 讲金钱 我常常说 一分钱也要算清楚 如果你做会计 那是一定要算 但是你去买菜 前天有一次 我买了六十一块钱 零一分 我太太说 你有没有一分钱呢 我说 没有哦 那个 那个收钱呢 算了 换钱我给你出 第一次 非常好 所以 现在是我在这里买 买报纸 他要 六毛钱 我没有六毛钱 所以给他七毛五 他看来看 我说 算了 不需要找了 感谢三点 OK 就是这里 他是 传家 因为信了神都喜乐 直到传家受了喜以后 才一起去吃饭 庆祝 OK 现在我们看 耶稣正受话的时候 当中 这是另外一个地方了 路加福音 十一章 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耶稣正在讲道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还你胎 无养你的 有福了 耶稣说什么 是的 却还不如 听神之道 遵行的人有福 感谢神人点 有时候 我常常说 上面恩待我们 把我放在这里 我的亲戚朋友在香港 在波斯特 不在这里 所以 听神之道的人 而遵行的有福气 这些事物的弟兄姐妹 为什么这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呢 不要爱世界 我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神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天父 乃是从世界来的 把这些背下来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过去 都要过去 唯独 遵行神主义的人 永远活着 如果你读中文圣经 这里翻译 没有翻译出来 那看他英文 Lives forever 永远活着 就是永生的生命 永远活着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现在讲完了 这里接触了 思想一下 我们这一年常常要提 建立亲情 今天我们要认识 谁是我的弟兄 亲近朋友 在教里面 遵行神主义的人 也就是说 凡是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 我的姐妹 最后这里了 为什么 我们讲的是 永远的弟兄姐妹 永远活着的永生 凡唯独遵行 天父旨义的人 是永远活着 The man who does the will of God The man who does the will of God Lives forever 遵行神主义的人 永远活着 就是为这个缘故 我们必须要小心 那我很感谢神人 我自己肉体上面的亲戚朋友 不在这里 连我三个小孩子也不在这里 但是呢 我这里有弟兄姐妹这么多 这是我们在主里面的 遵行神主义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 我的姐妹 我的母亲 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时间 好好的 彼此 学习耶稣的命令 彼此相爱 彼此帮助 彼此照顾 建立基督的教会 愿神吃肉保守各位 直到永远 明镜与点点栏目